是的 麻煩你了 任天島 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忌 今天呢 我們要來逛這個官方的任天島 我們來看看島上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它現在也是楓葉祭 跟我島上提供的夢境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楓葉還在飄 然後這邊島旗是狸克 所以狸克就等於動森嗎 講到動森的話大家第一個想到的角色是誰呢? 是狸克嗎? 我要查看 喔 就只有這個 喔 可是這件衣服好像很可愛 再保存一下好了 反正衣服的格子很多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他島上呢 喔 只有八個島民喔 沒有住滿十個人 活鳥 捧捧 耳光 剪刀 然後夢夢 老師 班長 銀格 嗯? 夢夢是普通系的嗎? 應該是喔 因為如果按照初始島民的 來看的話應該就是大姐 然後運動的 悠閒 元氣系的 然後普通系 魏惟夢夢是成熟系的說 然後他這邊自戀的成熟 銀格是什麼? 大叔嗎? 暴躁嗎? 總之他有八隻角色 應該是剛好八個個性吧 我猜 那從他的地圖上看起來 他的地形應該是蠻原始的喔 好像沒有變動很多 那我們就先從南邊的這一塊 大塊的開始逛吧 嗨 這是工作人員嗎? Nina Welcome 這個地方他沒有特別去設計台詞喔 那這邊呢 好 這裡是他們的機場 這個應該就是蓬蓬的家了吧 做了一個符合運動 運動個性的擺設 這應該是火鳥家對吧 我就來看看 你是不是樣品屋喔 還真的是樣品屋 好熱 還好啦 這是樣品屋喔 如果是火鳥原本的家 就真的是很熱 嗨 夢夢 每次都會被夢夢的啊 口頭場給笑一下 這裡是健身房嗎 這裡有夢美的床 然後洗澡 這裡可以玩健身環 然後各種狐靈啊 槓靈啊 冷氣機喔 原本就有這塊灰色地毯嗎 我好像沒有入手過耶 很剛好可以當瑜伽店 這裡就很像星環節衣在拍廣告的房子是不是 哈哈哈 哎呀 我看到耳光了 耳光耳光 可愛的耳光 可愛 請問你是誰啊 晃晃 這裡放了一套泳裝 這個叫什麼去啦 救生儀嗎 這邊有電話題 然後 哇 什麼水果都有耶 本來這裡是夢境喔 我們就盡量破壞沒關係 檸檬商店 喔 這邊有很多 手遊版的口袋露營地 聯動限定的道具 這裡的也都是喔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想要拿到這些東西請去下載手遊版喔 這是蘑菇燈 這邊剛好就是秋天 可以拿到的東西喔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之後 冬天的時候他們又 重新做一個不一樣版本的島 然後拿來裝飾 跟你說這一季我們有什麼 傢俱可以入手喔 嗨 老師 喔 這裡就有塑造出手遊版 口袋露營地的感覺對不對 這邊是準備好一堆食材要煮了 這邊已經在準備食物了 這邊是耳光的家 他耳光的家旁邊這邊放了一個糖果機 還有這個雙麒麟的燈 然後這邊一整箱的水蜜桃喔 反正 我會怎樣 大肆破壞有沒有 哇 他耳光的家旁邊 把所有的水果都種一輪了耶 這裡還有啊 就是 就是愛吃的悠閒戲喔 在夢裡應該不會有蜜蜂吧 應該吧 這邊有用蘑菇的凳子喔 這種紅色香菇也很代表任天堂對不對 這裡是他的博物館 他有左右對稱的放這些 化石喔 他博物館角落這邊放了噴水池 就是 這裡還滿有街頭藝人表演的feel喔 為什麼別人島上的樂器彈起來好像比較好聽 喔 這個算是小公園的意思嗎 這裡有販賣機喔 那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嗯 說是打卡景點好像又有點太單調了一點 這是誰的家呢 剪刀的家 進去看一下 剪刀應該也是住樣品屋吧 噢 看起來 像是那個戴希公主對不對 那這裡是誰的家呢 夢夢的家 哇 這裡是他的花圃耶 我們可以在這邊奔跑喔 盡情的奔跑 所以是怎樣 這邊有立一個牌子喔 所以是怎樣 哇 一堆雜草 怎麼都沒有拔呢 怎麼可以偷懶呢Nina 欸 蓬蓬 是壞人 不是喔 你才傻呼呼咧 可惡 這樣還被嗆 喔 這裡有放各種道具喔 欸 下面這是什麼 種子跟柵欄 所以之後這邊會更新就是了 這裡還放了一個三角錐喔 看來是還沒完工喔 這是誰的家 班長的家 因為是班長的家這裡有放書還有白板喔 很用功耶 那這個應該就是老師的家了吧 哇 班長跟老師住在一起 這個構想很好喔 喔 這種側面的小瀑布 還蠻少見的 這種挖側面的 然後挖這樣又很好看欸 我覺得 班長跟夢夢都在下面 艾爾光你怎麼又瞬移到這裡來了 這是番茄醬的家嗎 銀閣的家 他配色跟番茄醬的好像 嗨 英格 感覺好像住在監牢裡啊 他的聲音聽起來是運動型的 所以 他島上其實不是八種個性都有 他沒有暴躁的 這邊有放一個金盔甲跟一個銀盔甲 算是小巧思吧 耳光要不要吃蘋果 我幫你搖 盡量用喔 這裡好粉紅喔 這邊有個桃子 這是電視吧 桃子椅子才對 只有蘋果才有電視 哇 這裡好多桃子喔 桃子椅子 桃子主題嗎 這邊有兩個香菇中間一朵花 這不是碧雞公主嗎 難怪會種一堆桃子喔 這裡是怎樣 這裡是怎樣 望遠鏡還有一個變身棒 這該不會也有任天堂梗藏在裡面吧 所以我們目前有看到一個碧雞公主 然後一個戴溪公主 這裡有個小公園 嗯 就是很一般的公園 那個任天堂上面的擺設都還蠻簡單的 再來我要突襲檢查一下 你們有沒有認真在釣魚啊 哈哈哈哈 收集的東西有點少喔 任天堂加油好嗎 直接嗆官方喔 喔有啦 鯊魚還是有的 看來是悠閒系的玩家呢 玩得很悠閒 喔 水母他至少也有下海抓一些生物喔 這邊還蠻齊全的 所以比起釣魚他比較喜歡直接下海抓喔 美術品看來是多少有在收集喔 至少不是全空的 有蠶 所以這個島應該是夏天的時候就開始在建造 只是進度有點慢喔 一直到秋天才開放給我們看 妮娜加油好嗎 妮娜 喔有大藍閃 喔 這裡好空喔 這邊至少還有幾隻 炸猛類的 哈哈哈 這裡怎麼也太空了吧 喔 化石他就收集得非常齊喔 全部都有欸 看起來就 你們知道嗎 站在這個點可以看到全部的樣貌 這邊有一個藍色的點 所以他這邊就收集齊啦 看來是很認真的在收化石喔 喔 這邊也都有 好的 那我們就把整個任天島都給逛過一遍了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季節示範的島嶼 就是現在還有楓葉在飄啊 然後呢 你可以口袋 口袋錄影廳你可以拿到這些道具啊 然後秋天先在樹谷啊 可以做這些東西喔 算現在我在錄這片的時候已經是12月了 我猜啦 應該冬天的時候這裡會再更新一波 那大家可以趁他們還沒更新前先來看一下任天島的秋天景象啦 這衣服也蠻可愛的啊 原來在夢境中可以換衣服啊 大家如果喜歡這件衣服的也可以進來下載一下啦 或者是你也喜歡這個島崎的話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